有些地方你不會做 那你可以用錄製的 所以錄製的話錄下來的就是這一串 我其實就 就其實沒什麼改 只是說我們在 前後加上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就這樣 那至於就算剛剛有同學遇到那個選擇性貼上不會的話 只有詞不會 那你就錄下來 看看 其實程式也不多 不過你會發現錄製劇集的缺點是說 他錄下來的 廢話很多 就是 本來可能只要一行 他可能要錄三行四行吧 所以 怎麼辦呢 你就是要慢慢累積你的經驗 像我們已經有一定的經驗值 所以我一看就 這個是廢話可以刪掉刪掉刪掉 好 剩下就非常的少 看起來就比較賞心悅 否則的話光看到一大堆程式嘛 那你真的心情就非常煩 而且甚至還蠻妙的 我大概幾年前 大概十年前 剛開始教這個課程的時候 有用到一本書 那一本書還蠻妙的 他就教你錄製劇集 然後也是修改 不過那本書我看喔 他幾乎把錄製劇集 大概有 就是幾十行 可能好幾 可能可以把它 貼滿兩三頁 都是那個 錄下來的程式嘛 感覺是有點在騙錢的感覺 後來我都跟同學講說 那個部分你就參考 其實真的不用那麼多 很多東西把它刪一刪就好了 OK 但是這個 這個東西要怎麼改 我覺得就是 功力所在 OK 這部分的話就是 真的要 花一點時間 所以每一行每一行都有他應用的面喔 每一個每一個動作 你要大概知道一下 哪個地方做什麼 哪個地方做什麼 好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就清楚 我們用 這個方法 就是 把它丟公式 那只是說這個丟公式 它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辦法 讓你知道 它到底跑到哪裡了 比如說你可能有 1000個黑名單 它可以跑 那如果10000個黑名單的話 它跑更久 那如果100萬個不跑更久 那你要想說到底你是要等它呢 還是要你要離開位置去 泡杯咖啡再回來 你至少要一個底吧 所以至少你如果有一個 另外一個東西這個 那就會比較有個底了 而且最好更貼心就是說 可以跑啊 如果跑太久它還剩餘時間 你還估算一下 你這個時候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你再回來就剛剛好 這樣不是更貼心嗎 所以其實 在程式設計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 就是 叫UX 就是User in Experience 就是你 使用者的使用經驗你要顧慮到 就是 人家使用又怎麼樣是最 最好的一個設計模式 讓它可以感覺到你是很 很貼心的設計 這個貼心裡面是要有溫度的 程式本身要可以寫出有溫度 這才是厲害的點 不是溫度不是那種手機過熱 OK 是那種你感覺 這個手這個App就設計的讓你感覺 用起來真的處處面面俱到 都會 讓你 感覺你想得到它都替你想到了 OK 就像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一個 慢慢 而且你慢慢 如果想要把你的位階提高的話 或者你也想要提高你的薪資的話 其實我覺得很多地方 也許你都要去考慮到 如果你都考慮到的話 那其實很多地方 就是你的價值 因為你的薪資 我看應該都跟你的價值 會有一定的關聯吧 OK 不會說你今天什麼都不會給你很高的薪水 對不對 除非是 如果那個的話就叫什麼 肥貓是不是 不過應該輪不到各位吧 從來不會想說有那種位置可以 叫你去 然後呢 你就可以領 一年可以領 200多萬 如果你坐那位置你也坐不舒服 每天都上頭條 每天都被罵 對不對 每天 對不對 沒有一天是 好過的 OK 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了解這一部分 然後再了解表單 所以表單的話 我大概重點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們如果要做這一個 首先你必須要設計一個 切到這邊 第一個就是 我們一定要給他對應的一個 叫 User Phone 表單 OK應該有印象 那表單怎麼做呢 按右鍵不是有個插入什麼 插入 自訂表單 第一步 那這個自訂表單 再做一個 User Phone 2 那他裡面其實要做出來就長這樣子 其實他結構非常簡單 裡面就放一個什麼 標籤 那標籤本身呢 就是 底色是紅的 但不一定是紅的 你看你高興 OK 那另外的話 寬度是設為200 那為什麼是200 其實也是看你高興 你可以 長一點 你可以短一點 不過程式你要按照這個寬度 去調整 那還有呢 這個 標籤名稱我取做 叫PB OK 然後大概這樣 所以我做一次 一 打開他 二的話呢 調整 視度大小 三 就是 把這個標籤怎麼樣 點一下 拖拉 OK 再來的話改一下他的Name 我把它改成PB啦 不過這個PB 不是一定要的啦 只是說 我程式裡面 把它叫PB 也許 他全稱叫什麼 Previst Bar 之類的啦 OK 那我們就用PB這個簡稱 第二個的話他的Big Color 把它改成紅色 第三個上面有一個Label 1把它拿掉 這個Caption 把它Delete掉 Enter 沒有了 那最後記得 1 2 3 再一個4 寬度設為200 好 這樣子的話 就 大功告成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把剛剛的程式 寫在這個背後 那特別注意喔 寫在哪裡喔 請你點擊這個背後的空白處 不要點他喔 要點什麼 點這個表單 空白處喔 點兩下 那他會跳出這個表單 的物件 後面就是他的什麼事件 所謂的事件就是被 做什麼動作 那 特別注意喔不是Click 因為他是應該是 當他被 呼叫起來的 的時候 他就去跑 那個 進度條 所以呢 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程式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 Active 把Click 改成 Active 意思是說 當這個表單被啟動的時候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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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掉 做什麼事呢 就是做剛剛本來寫在哪裡呢 寫在 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寫在 那個程式裡面的這一串 剛剛的程式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Active裡面 OK 那所以喔 我們如果把表單叫起來的時候 然後呢 他就 秀 秀出來 秀出來之後的話 他會啟動他 第一件事情 請你先把那個 Pb 他的寬度有沒有 所以寬度的話 有個屬性叫 Vis 這個 Vis 先把他歸零 等於零 OK 第一個動作 為什麼歸零 因為他進度條 不能 他預設是全部嘛 全部就跑完了 所以先把他歸零 OK 第二件事情的話呢 我們 歸零之後就讓他開始跑 那每跑一次呢 他就要更新 每跑一次就要更新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要讓他 這邊更新喔 所以哪個地方更新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應該什麼 他每跑一次 那更新 Pb的寬度應該多少 Pb 點Vis 有沒有 他的寬度呢 應該根據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等於 每跑一次 就更新 他總共有200 所以呢 我們應該把這個200 除以 分給多少 分給全部的列 全部有幾列呢 就這麼多列 所以 這邊也許 你可以再多增加一個 到 這個範圍有沒有 幾列嘛 就是 總共其實我這邊應該是 到 Ctrl向下 應該是 到1000 其實是 990 那也就是說 要把 這一個 我先把他這邊 增加一個 R算了 R等於 他這個 序則1裡面的 總共的列數 所以我把這個先 複製到 搬到這邊好了 然後這邊改成 R好了 OK 也就是總共他查回來 可能是 999 然後呢 這邊改成 R 那最後的話 你就什麼 把它改成 R 有沒有 也就是說 把 他的寬度200 分給 全部 990 19 那每個人就分一點點 分一點點 那 所以呢 每一次更新 所以你也覺得 先把他刮弧起來好了 然後 這邊的話 前面應該是 每 跑一次 所以跑一次的話 是I 然後就I 去 乘上那一點點 有沒有 沒跑 I 那是 對 再去乘上 那一點點 每跑一次就 就去乘上那一點點 所以那個寬度就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越來越多 直到什麼了 直到最後 就完成了 OK 這個公式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把200分給他 總共幾列 那沒 因為I的詞 最後應該會 不過I應該會比 R多1 所以這邊可能要 先把它-1 有沒有 因為他這邊 第一次 他是從2開始 那你當然不可能說 一開始就2嘛 應該從1開始 對 然後到R 停下來 這樣應該OK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這個是我也是想 自己想半天想出來的方 如果你有更好的解法 請你 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因為我的想法這樣 反正我總共就200嘛 總共的列 我就把它分一分 每一個人分一點 如果每一次更新 我就更新一點點給他 下一個 我又更新一點點給他 再下一個 更新一點給他 讓他的寬度 越來越多 OK應該可以懂得到的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記得 還要把這邊寫的 me me的話指的是 這個表單 這個表單 點什麼呢 他有一個 方法這個一定要加 叫repent repent就是 他要重新再 繪製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 他要執行repent 他好像就是 剛開始就零 然後一下變200了 他中間的那個細節 就沒有了 repent就是他重新再畫 他要畫一下 畫一下 畫一下 不然的話 他那個細節就不出來了 OK 好 最後的話呢 再把自己關閉 所以最後應該就是 跑完了嘛 那就把自己 自己的話就me me 點 high就可以了 high high的話就h OK high 就是把自己關掉的意思 好 程式就寫了 所以 基本上大概我 只有 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表單 第二個就是 再 把剛剛的程式貼到這個 user form activate 裡面 然後 再做一些修改 包含就是這兩行 這邊改成r 然後這邊的話是 每更新一次就更新 所以12 3 4 5 最後的話把自己關掉 應該可以懂了意思啦 不過應該蠻多的 僅供參考啦 OK這個算是相對比較難 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回去再把影片看一下 照著做就好了 OK 但是還沒結束喔 可是我要怎麼樣把它呼叫起來 所以最後的話 還要再寫一個 寫一個什麼 在module裡面 把這個表單呼叫起來 呼叫起來它才會觸發 才會去跑 才會去跑 你在這邊 多增加一個什麼 就是 這個名稱好了 這個 放在這裡 然後 這邊把它改成表單 OK 表單 好 然後這邊按一個Enter 再把那個叫出來 那個叫 UserFoneE 有沒有 所以你就打一個 User FoneE 點Show OK 這樣就OK了 然後呢 我們就是在 這個 加一個按鈕 所以我們的按鈕 我把它加在這邊 有沒有 就這一個 然後 這個有了之後 它就把 已經有這個了 這個先拿掉就好了 OK 反正就是這樣 就是它 去呼叫什麼 呼叫 剛剛的那個 UserFoneE 然後 UserFoneE的 Active 因為它被叫起來了 所以會觸發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呢 就照著這樣的方式做 OK 這個好像有 有減R 有減1沒減1 好像結果 試一下 OK 最後的話呢 再把自己關掉 或者你用UserFoneE關掉 也可以啦 這個兩個方法 密的話一樣是指自己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OK 那如果避免就是會錯誤 你也有設個中 直接跑 OK 按一下 OK 這個地方的話 更新更新 關掉 OK 清除 再跑一次 那最後好像這邊會有一個 白白的 如果不完美的話 那你可以 再把這邊白白的 把它再關 這個白白嘛 再關進來一點點 這樣就更完美了 OK 有看到那個部分嗎 反正這個有時候都 都看個人啦 因為其實已經這樣算做出來了 只是那個細節 你 每個人的感官不一樣 OK 那 至於 怎麼寫 好 所以我把重點 再提示一下 一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 沒有表單 所以我把這個寫完之後 摳到哪裡呢 特別是要 先建一個 表單 在表單的這個旁邊 點兩下 把它切到 貼過來之後 貼過來之後的話 改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OK 然後它就會有更新的作用 試一下 畫面先 還給各位 不過 這個當然相對比較困難 如果你 做 實在還是有卡卡的 回去的話 再把影片稍微細節看看 其實也沒有太多新的東西 主要就是說 我們 出教它的時候 它會觸發 Active的事件 那我們再把程式 在Active 當它被啟動的時候 那我去更新它的那個 有沒有那個 Label的寬度 其實主要 主要其實做這件事 更新寬度的同時呢 也順便幫它去查 所以一邊查 一邊更新 一邊查一邊更新 大概是這樣而已 所以理論上 最好還是先把那個 查 先做出來 然後才再去做那個 錶單的更新 這樣才會相對比較簡單 不然如果一下子 你兩個都要同時做的話 恐怕會 問題會比較多一些些 試一下 當然這個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如果以後呢 你比如說要跑一個 很長的一個 這個公式 那你要跑一個回 只要是一個 回圈吧 For I 等於 E E到哪一列 最下面可能 跑到最下面可能要幾十萬上百萬 那可能要跑很久的話 其實 你們也可以 拿這個 加進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要讓它等很久的話 一樣可以把 類似的 概念加進去 就會有一個 這個進度狀態條 OK 試一下 呢 我可以用在這裡 去看 我們會不會